中国轰炸机飞了2000公里发现不妙,飞行员扭头看到一个事实要振奋。 中国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已经在2015年9月正式公开亮相,其战术设想是利用远程巡航飞弹在敌方防区外发射,对重要战术、战略目标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。 这种轰炸机被命名为轰6K,绰号战神,标准武器配置为6枚长箭实行远程巡航飞弹,射程2000公里,与美军的B-52H型战略轰炸机的作战射奖类似。 如果携带的核弹头,那么就可以执行核打击任务,也算是中国空机和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,与海基弹道飞弹核潜艇,陆基机动式发射平台构成中国三位一体打击。 轰6K是一种大规模改进型号,改变了传统轰6平台非不远,任务单一的局面。 毕竟轰6这种亚因素的轰炸机在现代高科技战争中已经无法执行水平轰炸,也不能进行低空突防,美治爱国者PAC-3已经能够对弹导式目标进行拦截,更不用说大富翩翩的轰6。 因此即时转变任务,提升平台技术性能已经迫在眉睫,轰6K横空出世后已经大大改变,全新设计的进气道,优化主义后气动性能有了很大提升,表现在载弹量上已经达到12吨,航程为8000公里。 8000公里的航程是什么概念,如果用一支笔在地图上按比例尺绕日本划一圈,差不多是这个距离。 也就是说从中国内陆的机场起飞,轰6K具备了绕日本飞行一圈的能力。 事实上俄罗斯远程战略航空兵也经常这么干,图付95MS,图付160海岛旗也经常绕住日本飞一圈,当然人家战斗民族还有巡航美国西海岸的任务,可阿拉斯加的F-15C战斗机群打招呼也是家常便饭。 去年11月,中国空军就组织了一次轰6K大编队巡航日本的飞行训练,飞出了第一岛链,绕住日本相关区域飞了一圈。 正日本全部都是岛,周围都有国际航线,只要航程够就不存在问题。 可是这几架轰6K飞了2000公里后发现不妙,飞行员看到周围多了好多诸如F-15G、P-3C这样的飞机。 这是一个事实,一旦出了第一岛链,就会遭遇重点照顾,尤其是轰6K这样的战略武器。 从换定防空识别区到常态化远海巡航,中国空军的成长让国人振奋。